给女友洗内裤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个洞 被烟头烫出来的洞 可我已经戒烟一年多了 内裤的垒丝边上有个小小的洞 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五年烟龄的我一眼就认出 这一圈焦黄的轮廓 绝对是烟头才会烫出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早就戒烟了 女友更不会抽烟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处在卫生间 拎着内裤 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 越想越不对劲 越想脸越绿 这时候女友给我发来一条微信 老公 我今晚又要加班了 你先睡吧 刘如烟的工作是我托人给找的 在一家私企做人事助理 图的就是个清闲 可她最近频频加班 每晚回来都快十点了 我本来没多想 以为她是真忙 但是现在 有问题 绝对特么的有问题 我压抑着怒火给她回复 几点下班 我去接你 哎呀 不用了老公 你知道的 年底了我们特别忙 我这边还不知道几点结束呢 我当即换衣服出门 开车直奔柳如烟公司 她公司灯亮着 站在门口 能听到里头隐约有人说话 难道真的是在加班 我没有贸然进去 掏出手机 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你一个人回家 我不放心 我到你公司楼下等你吧 我不是跟你说不用了吗 没事的宝宝 我已经到你公司楼下了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声音明显不对了 多了几分慌乱 啊 不是 你还真来了 你来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为了看你在干什么 我没再跟她多说 挂了电话以后 就躲进了楼梯间 没几分钟 柳如烟出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商务装的男人 两个人走到电梯口就搂在了一起 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吻别 男人一边亲 一边手还不老实地在柳如烟身上乱摸 猜到是一回事 青年所见是另一回事 怒火烧得我理直全无 血涌上头 我当即就想出去掐死这对狗男女 这时候我听到男的在笑 你那个男朋友对你真上心啊 别提他了 跟个狗皮高药似的 真扫心 柳如烟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也暂时让我按捺住了立刻出去的冲动 男的继续说骚话 要不你让他就在楼下等你 咱们继续 想什么呢 他随时可能就上来了 上次他给你打电话 我们不就试过一次吗 怕什么 哎呀 你好坏 讨厌死了啦 卧槽 原来我早就是他们配的一环了 想弄死他们的心更强烈了 这时候男人正脸露出来了 原来是他 柳如烟之前在朋友圈发过公司团建的照片 所以我有印象 这男的是公司副总 叫高展鹏 长得倒是一副人母狗样 但是明知道女下属有对象 竟然还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妥妥的人渣一个 而且听他说话的意思 显然很享受愚弄我的快感 把我当蠢猪一样 我突然不想跟他们当面撕破脸了 窗户只捅破 大不了吵一架或者打一架 然后我跟柳如烟分手 那也太便宜他俩了 柳如烟进电梯前 我偷偷拍下了两个人拉手的照片 我是走楼梯下来的 柳如烟已经等在车旁边了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你还要好久呢 就去一楼上了的厕所 可能突然被我坏了好事 所以不开心吧 柳如烟不着痕迹地翻了个白眼 趁道 提前结束了呗 快点开门吧 我都快冻死了 一路上他都假装很累的样子 闭目养神 正好 我也不想跟他多说 否则我怕我一开口 就忍不住会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晚上我趁他睡觉 偷看了他的手机 越看越生气 柳如烟竟然跟高展鹏 已经勾搭了几个月了 他六月份进的这家公司 八月份就跟高展鹏暧昧上网 前段时间 两个人终于突破了最后一步 借着加班的由头 公然在公司里偷情 而就在他们这对狗男女 颠弯捣风的时候 我像个傻逼一样 在家里给柳如烟做饭洗衣服 担心他工作太累 怕他回来路上不安全 畅想着跟他结婚以后的生活 他在微信里跟高展鹏 是这么说我的 我长得漂亮 他舔我不是应该的吗 他好拿捏呗 从来不会怀疑我 也舍得给我花钱 结不结婚那还不一定呢 而且我爸妈总想让我找个更有钱的 他还说 你家那个黄脸婆有什么好的 又老又无趣 你跟他离了呗 你离婚 我就分手 我不敢相信这是枕边人说出来的话 可洋洋洒洒上千条聊天记录 每一句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柳如烟说的对 在今天以前 我从来不会怀疑他 不会追问他的行程 不会去看他手机 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 没有删掉聊天记录吧 我看着身旁熟睡的人 突然觉得他真脏 脏得让我恶心 第二天早晨柳如烟化妆的时候 手机响了 他很自然地接起来 正色道 喂 高总 有什么事吗 嗯嗯好的 我今天尽量早点到 跟您核对 我问他 公司有事 对啊 领导催我快点去呢 没办法 年底了事情多 今天估计还得加班 我看着他涂得艳丽的唇和紧身包囤裙 假装关心道 要不我再托人给你换一个工作吧 我可舍不得让你这么累 不要 柳如烟高声叫起来 随即他意识到自己反应有些过度 尴尬地笑道 我是说 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还年轻 奋斗奋斗也是应该的 而且这个工作你已经花了人情了 我也得为你考虑不是 他出门的时候要来亲我 一想到他昨晚就是用这张嘴 跟那个渣男吻得难分难舍 我为李一阵翻涌 赶紧假装找东西躲开了 柳如烟和高展鹏约好了的 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我在场 就称呼他为高总 如果我不在 什么达林 宝贝 老公都叫 柳如烟甚至还在微信里叫他爸爸 可想而知 两个人私下的多放荡 挑早晨这个时间打电话的 可能当我的面调情犯件 真的让他们觉得很刺激 妈的 既然这么喜欢玩 那老子就跟你们奉陪到底 我去查了高展鹏的底细 原来这货不但有老婆 孩子都他妈两个了 他老婆生了孩子以后 就辞职在家专心相赴教子 他爸妈都是退休的大学老师 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帮忙带孩子 我花钱雇人跟了他一段时间 又发现了高展鹏的一个秘密 这思既然还跟自己的已婚前女友 斗丝连 两个人每次见面就直奔酒店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家里红旗不抖 外面采气飘飘啊 在外人看来 高展鹏可能就是那种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的人生赢家 结果呢 驴分担子外面光 什么狗东西 不过高展鹏身上使越多 对我越有利 我把各种证据都收集起来 又费了点功夫 把他和他家里人 他前女友 前女友老公的联系方式都查了出来 只能说大数据时代 任何人都没有隐私 这天柳如烟又骗我说要加班 我一脸冷漠地回复他 好的 别忘了吃饭 否则饿坏了我会心疼 嗯 老公你也是 乖乖吃饭哦 晚上我把车开到他们公司外边 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 给高展鹏老婆发了条短信 你老公是不是总说加班 你最好注意点 别傻傻地蒙在鼓里 有些人吃回头草吃的不要太开心 那便几乎是立刻 给我回过来电话 我挂了 他只好发短信 你是谁 这话什么意思 他有个谈了很久的前女友吧 我严禁于此 他老婆再怎么问我都不回复了 对一个所有心力都在家庭上的女人来说 勾起他对自己老公的一点点疑心就足够了 我安心等在车里 果然没一会儿 高展鹏下楼了 他神情紧张 一边往停车场跑 一边握着电话急着解释什么 我乐了 这狗比仓皇而逃的样子 真的很可笑 刘如烟一副便秘的表情跟在后头 看到他也出来 我一脚油门撤了 高展鹏老婆虽然只是个家庭主妇 但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父母在本地开公司做生意 上头还有两个亲哥哥 可以说是从小被浇灌长大 听说性格挺泼辣厉害的 高展鹏本就跟前女友不亲不楚 对我这么一告密 他老婆真要查起来还真不好说 所以这逼这段时间着实低调了起来 不但每天下班暗时回家 也不在半夜跟柳如烟微信里摇骚 这可把柳如烟气坏了 柳如烟像所有想上位的小三一样 对袁佩很看不上 他给高展鹏发微信 被那个母老虎管着有什么好的 又老又凶悍 难道我不比他好 阿呸 真是天真 高展鹏这种已婚男人 尤其各方面都过得挺如意 要的就是老婆孩子家庭稳固 外头勾三搭四玩得尽兴 家是家 玩是玩 分得很清楚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我可是要助力他一把的 不然游戏还怎么进行下去呢 为了刺激柳如烟 这段时间我对他态度 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吵架了 闹矛盾了 我都不再让步 经常把他气得脸红脖子粗 收阳 你吼我 居然敢吼我 吼你那都是轻的 正常来说我特么该删你 你从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 果然男人都是贱东西 得到了就不会珍惜 我不珍惜 你骂我的时候 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被人珍惜 我任他发颠 哄都懒得哄一句 我两手一摊 随你怎么想了 柳如烟被我这么一击 报复心更重 半夜趁我睡着疯狂给高展鹏发消息 甚至还威胁他 如果还敢晾着他 不理他 那他就豁出去 直接当面去找他老婆 这话可吓到高展鹏了 而且高展鹏被老婆眼管了一阵子 确实也憋得慌 于是两个人想了个招 出差 柳如烟一进门就直奔卧室收拾衣服 那雀悦的表情藏都藏不住 老公 我们公司临时安排了人力资源的培训 我明天要去外地出差 啊 几天呀 就两天 我假意问他 宝宝 你是不是忘了 明天是周六 我们说好跟你爸妈一起吃饭了呀 柳如烟忙着在一堆衣服里挑选 头都不抬 一顿饭什么时候吃不行啊 这培训的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我冷笑 郑愁没机会呢 他和那个肩夫是够狡猾的 为了私会煞费苦心 肩夫怕自己老婆问到公司来 真的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出差 但是周五走 周六就会回来 柳如烟呢 骗我说出差 其实就是打算周末两天都跟肩夫在酒店鬼混 我在他手机短信里翻到了酒店的预定信息 高展鹏现在一举一动都被老婆盯着 所以连开房都得柳如烟亲自操作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一套超级性感的情绪内衣 偷偷塞进了行李箱 这内衣甚至都没穿给我看过 第二天 柳如烟不让我送他去高铁站 我没有坚持 他嘴里说着舍不得我 其实心早跑了 巴不得快点去见情人 他走后我也没闲着 买了几样礼物 先去了柳如烟爸妈家 他家距离本是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爸妈都没什么正经工作 家里还有个没工作 成天只知道打游戏的弟弟 叔叔 阿姨 我今天来找你们烟烟还不知道 其实 我打算跟烟烟求婚 他妈跟他爸对视一眼 笑得不太热络 小周 你跟烟烟谈了一年多 也是该谈婚论嫁了 但是结婚可不是小事 我赶紧道 我知道 结婚要两家人坐在一起 好好商量才行 您放心 烟烟是个好女孩 我们家一定会给出足够的诚意 来娶她 他把眼神在我拿来的礼物上转了一圈 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图别的 就希望女儿能找个明理的婆家 看重她 对她好 说的是不错 怎么叫明理 怎么叫看重 不就是看南方能给得了多少彩礼吗 柳如烟爸妈不止一次问她 结婚的时候 我家到底能出多少彩礼 我早打听过了 柳如烟她家这边 一般彩礼水平也就是六万六 八万八 不算过分 可仅仅是这样的话 她爸妈也不会在这跟我绕弯子 我笑了笑 叔叔 您说的都对 您和阿姨放心 我家的彩礼肯定比别人家给的多 保证让烟烟不输给别人 听了我模棱两可的话 她爸轻壳一声 她妈会议 小周 我女儿是本科毕业 人又漂亮 你还不知道吧 就算我说烟烟已经有男朋友了 可是上我家来 想给烟烟说清的没人 那是一个接一个 隔壁邻居上个月嫁女儿 条件跟烟烟比差远了 男方还给了二十万彩礼呢 我缓缓道 阿姨 彩礼我家出五十万 多 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他妈经的差点跳起来 他爸水喝了一半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 呛得连连咳嗽 小周 你说的是真的 你爸妈也是这个意思 我压下眼里的嘲讽 嗯 我跟我爸妈都商量过了 他们都赞同 我给老两口看了下我伪造的聊天记录 他妈瞬间洗上没烧 看我这脑子 小周来了半天都忘了倒杯茶 我拦住他 阿姨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我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是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 回头我也会加上烟烟的名字 烟烟嫁给了我 我就要给足他安全感 这话一出 两个人高兴的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给小周洗水果啊 我听到卧室里传来打游戏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柳如烟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刘勇 他爸摇头 这臭小子 给他找的工作一个都看不上 轻松的说钱少 钱多的闲累 天天在家气我们 我朋友开了个公司 缺个司机 每个月就开车接送下客户 工资小一万呢 要不我帮刘勇问问 这活轻松 赚的又多 时间还自由 你们看怎么样 他爸妈一听 激动的握紧我手不放 真的啊小周 这事要是办成了 你可帮我们家解决了大问题啊 他妈更别提了 音量提高了八度 我早就跟他爸说 小周不会错的 把烟烟交给他 真是个靠谱的好孩子 呵呵 你们给柳如烟打电话 叫他回来相亲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 无所调位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然后柳如烟爸妈 强烈要求我留下吃完饭 我婉拒了 今天行程非常紧 我还要去办正事呢 到达柳如烟定的那家酒店的时候 是晚上十点 我安排的人一大早 就在这酒店守住待兔 柳如烟下午入住以后 他就把房间号发给了我 8402 这个房间号 我又发给了另一个人 兄弟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半个小时后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带着一个壮汉进了酒店 我躲在楼梯口看着 眼镜男冒充服务声送东西 敲开了8402的房门 门开后 壮汉一脚就踹上去了 紧接着柳如烟惊恐的尖叫声 响了起来 这时候还不算太晚 很多人都没睡 跑出来看热闹 我混在人群里 偷偷录像 高展鹏和柳如烟衣衣衫不整 满脸惊慌 壮汉本就魁梧 很轻松就制住了高展鹏 眼镜男手里 突然出现一根棒球棍 狗东西 赶给老子戴绿帽 老子今天不弄死你 不算晚 棒球棍狠狠抽在高展鹏肚子上 壮汉则一脚踢在高展鹏下面 高展鹏惨叫一声 捂着裆部倒了下去 四 疼 听着都疼 爽 看着就爽 外头都是看热闹的 没人赶进去阻止 再说现在的吃瓜群众 都自己会脑补 这种谁看都会觉得 是桌奸在床的戏码 巴不得多看一会热闹 高展鹏被揍得鼻血狂飙 柳如烟躲在角落大叫 慌里慌张地把玉金往身上过 他眼看着高展鹏被人打到在地 像只虾米一样蜷缩着不动弹 颤抖着声音威胁 你们是谁啊 在打人我报警了 眼镜难笑了 你报啊 警察来了 我就说这个男的在酒店招票 柳如烟一听自己被人骂成了鸡 气得眼眶通红 去你妈的 你才是鸡 你全家都是鸡 你不是鸡是什么 这男的自己有老婆有孩子 你是他老婆吗 你是吗 你要是的话你就报警了 眼镜难对的柳如烟无话可说 高展鹏趴在地上 听到报警两个字急了 赶紧出声阻止 别 不能报警 围观群众越听越兴奋 奇奇低声握了起来 不敢报警 果真是偷人啊 柳如烟又羞又闹 偏偏身上没穿衣服 只能缩在角落里 胡乱把床单被子拉过来 把自己盖起来 这男的不是别人 正是高展鹏前女友的老公 一个跟我同命相连的男人 我昨天就把高展鹏 跟前女友在酒店的照片发给了他 然后我说 他如果想出气的话 我可以帮他 只要他不下死手 保证高展鹏不敢报警 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一幕 高展鹏肯定不想这是被闹大 否则他骗老婆说出差的事 就瞒不住了 连带着他出轨两个女人的事 足以让他身外名裂 家里鸡犬不宁 眼镜难打够了 捏着高展鹏下巴 恶令他保证不再联系前女友 才放过他 高展鹏跪着求饶的模样 真特么洁气 周日上午 柳如烟就拖着行李箱 一脸疲惫的回家了 脖子上多一片红痕 特别醒目 宝宝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没跟我说 我去接你啊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柳如烟撒起晃来 面不改色 培训压在一天就结束了 最重要的是人家想你了呗 所以就赶回来了 嘖嘖嘖 扎女的嘴 骗人的鬼 我狐一的看向他脖子 你这里怎么了 过敏了吗 跟同事去刮沙 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我也郁闷死了 早知道不去了 刮沙 亏他想得出来 我昨晚就注意到了 高展鹏在柳如烟脖子上 种了草莓 我本来还挺好奇 柳如烟回来以后 会怎么跟我狡辩 没想到 他居然去做了个刮沙来掩盖 柳如烟跟我说了几句话 就借口要去洗澡 拿着手机躲进了卫生间 其实是去关心 他情妇的伤势去了 我还是忍耐着没戳穿 两个人精心策划的私会 横遭变故 高展鹏被打怕了 又成了王伴 缩紧了他的规客 他在公司见了柳如烟 绝不敢多嘴一句 生怕被有心人发现 毕竟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跟前女友的事 到底是谁给告密的 高展鹏甚至还哄着柳如烟 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都删了 幸好我早都被分了出来 柳如烟因为高展鹏 再一次退缩的态度 又不爽了 自以为成功拿下的男人 转头又回归了家庭 哪个小三能甘心 我跟柳如烟聊天的时候 故意说起高展鹏跟他老婆 宝宝 我今天在路上 好像看到你们那个副总啊 搂着他老婆 特别温柔体贴 真是个好老公 我就往死里夸高展鹏老婆 夸他人美有气质 夸高展鹏对老婆照顾有加 是个好老公 柳如烟记得嘴角直抽抽 偏偏不能在我面前露出什么麻角 他不停地在微信里逼问高展鹏 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不想再偷偷摸摸了 昨天大戏后没几天 柳如烟公司的年会就快到了 年会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他还有一个个人独唱的表演 我自告奋勇 帮他搞定演唱时的舞台背景视频 年会前一天 我给柳如烟爸妈打电话 叔叔阿姨 我打算明天跟烟烟求婚 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个见证啊 行啊 没问题 我想给他的惊喜 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说漏嘴 哈哈 那是肯定的 对了小周 柳勇工作那是 我忙糊涂了 忘了跟你们说了 我朋友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答应了 毕竟柳勇是我未来的的小舅子 那不跟亲弟弟一样吗 嗨呀 小周啊 还得是你 改天我们带着刘勇这小子去谢你 柳如烟爸妈对我千万谢 我说都自家人 那不是应该的吗 从头到尾我只强调一个点 我和柳如烟都要结婚了 所以帮助柳勇理所应当 也就是说 如果我跟柳如烟没能结婚 那他弟弟跟我可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柳如烟爸妈沉浸在天大的喜悦里 恨不得我跟柳如烟立刻结婚 我甚至听说 这段时间他爸妈都带着他弟开始看房了 乐吧 现在多开心 知道真相的时候就有多失望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宝贝女儿害的 第二天 柳如烟特意早起做了两个小时的装造 然后带着他那身昂贵的礼服战袍出发了 我不用问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公司的年会 高层领导都会带家属出席 柳如烟这是卯足了静掉在高盏棚面前 跟他老婆一叫高下 我把柳如烟送到了酒店 然后也偷偷溜了进去 酒店大堂足够大 我躲在最偏僻的角落假装打电话 服务员都以为我也是这公司的人 没有人对我多问什么 年会正式开始以后 老板和副总们挨个上台发言 轮到高盏棚的时候 我给他老婆发了条短信 高总这么优秀的男人 值得更好的女人 感情没了就是没了 强扭的瓜你觉得会甜吗 他搂着我说你是个 泼辣又无趣的黄脸婆的时候 我真觉得你很可悲 今天有我的表演 希望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是你跟他配 还是我更配 高盏棚老婆本来开开心心 举着手机录像呢 收到短信后脸迅速垮了 对不起了 但是我可没有无中生有 这些话就是高盏棚跟柳如烟 在微信里说过的原话 而且这也的确就是 柳如烟现在的想法 高盏棚下台后 似乎察觉到老婆情绪不高 问了几句 他老婆冷着一张脸 什么都没说 只是全程死死盯着 每一个上台表演的年轻女孩 这时候我电话响了 是柳如烟爸妈 对叔叔你们直接进来就好了 我就在大堂门口 跟柳如烟爸妈一起的 还有刘勇 刘勇知道我帮他找了份 清闲又高薪的工作 见了我笑得异常灿烂 姐夫长姐夫短的叫我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小子打心眼里就没尊重过我 否则我上次去他家 他不会从头到尾 不出来打个招呼 我回了他一个假校 烟烟的表演快就开始了 结束后 我会马上上台求婚 他们公司的人都会配合的 终于轮到了柳如烟表演 他上场的时候 舞台灯光瞬间变得浪漫又温柔 配上他精致的妆容 和露出锁鼓的一字件礼服 整个人显得梦幻又高级 现场先是一阵惊艳的抽气声 随即众人欢呼声掌声不断 柳如烟看像坐在最前排那中的高展棚 眼神中满是挑衅 好像在说 看见了吧 我年轻又漂亮 你身边那个老女人比得上吗 我双手抱胸 内心兴奋到不行 这一刻 终于来了 大屏幕开始播放视频 一阵前奏过后 优美的伴奏声响起 柳如烟拿起话筒缓缓开口 很快沉浸在了他的表演中 却没发现 底下的人奇奇变了脸色 是的 Liangly被我换了 我保留了音乐伴奏 但把画面换成了他跟高展棚开房的那段视频 只穿着大裤衩的男人被人打得直不起身 同样衣衫不整的女人惊慌乱叫 这第一现场拍到的桌间场面 配着酒店的LED剧屏 别提有多震撼了 柳如烟爸妈站在我身边 目瞪口呆 刘勇率先开口 妈 这不是我姐吗 她竟然跟别人去开房了 别胡说 她妈赶紧出声打断她 随后紧张地看着我 小周 这个人肯定不是烟烟 我自己的女儿我不会看错的 绝对不是 刘勇唬了巴基的 物资降嘴 那怎么不是 后半截话被他爸一个眼神制止了 我听不进去 全程猛逼加震惊 当然了 我装的 小周 他爸声音都有几分发颤 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再看高展棚 这丝居然还能坐得住 嘴巴半张 盯着大屏幕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柳如烟在台上看到高展棚这副样子 估计还以为是对方被他给迷的神魂颠倒 神情愈发得意 第一排的老板和所有领导们 脸色都像吞了苍蝇一样难看 后排有些人发出了猥琐的虚声 柳如烟唱着唱着察觉到不对劲 底下的人好像都不是在看他 而是他的身后 他缓缓转身 此时镜头刚好对到他披头散发的样子 柳如烟当场愣住了 手里的话筒掉在了地上 发出刺耳的响声 我痛心疾首 叔叔 现在你还能说那不是柳如烟吗 他爸妈无言以对 羞得恨不得钻地底下去 此时全场人目光都集中在柳如烟和高展鹏 两个人身上 哦 还有高展鹏他老婆 高展鹏像只摇尾起连的狗 就插跪在他老婆面前了 老婆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他老婆暂时还比较平静 语气中甚至听不出有多生气 这就是你跟我保证的 绝对不会乱来 但是哪个女人看到老公出轨开房的视频 能不生气啊 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老婆 咱们先回家 回家我跟你解释行了 一个前女友还不够 现在又勾搭上了公司的狐狸精 怪不得你天天说要加班了 老婆 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高展鹏这种死到临头 还敢狡辩的态度 终于惹怒了他老婆 他猛地拍桌 忠气十足地指着高展鹏鼻子骂 去你妈的 你再给我狐烈烈试试 老娘先收拾那个狐狸精 然后再收拾你 好啊好啊 原配的气势终于亮出来了 就该这样 要不是身旁还站着柳如烟爸妈 我肯定得叫好 高层领导的桌子距离舞台最近 高展鹏老婆三两步就冲到了台上 柳如烟吓得连连后退 却被一把薅住了头发 试问哪个原配见了小三不想他死 更何况在高展鹏老婆看来 这段视频说不定就是柳如烟自导自演 故意在表演的时候放出来刺激他 他对着柳如烟的脸蛋狠狠挥拳 是的 挥拳 一般女人打架都是抽耳光 这娘们是真厉害啊 出拳如风 我怀疑她练过拳击 见人 当小三很得意是吗 唱个歌也要对着男人发骚 以为我看不见啊 敢勾引我老公 老娘弄死你你信不信 柳如烟痛得大叫 只能用胳膊挡在面前 毫无招架之力 冲上台拉架的 底下叫喊的 录像的 吃瓜看戏的 乱做一团 众人好不容易拉开了两个人 柳如烟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他妈在丢人 这时候也不得不过去护着女儿 大概是被揍得太惨 加上恼羞成怒吧 柳如烟彻底没了理智 红着眼对着人家正视歇斯底里的喊 行了 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他已经不爱你了 知道吗 不爱了 你俩迟早得离 你不过就是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你以为自己有什么 展鹏说你就是个 他 柳如烟重重摔在地上 所有人都愣住了 高展鹏竟然杀了柳如烟一个大逼斗 他指着柳如烟骂 臭婊子 从陆直开始就骚扰我 还把我骗去酒店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我老婆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老婆比 高展鹏眼神很毒 简直像要杀人一样 我警告你 你在这样破坏我的家庭 我宁愿没了这份工作 我也不会让你 还有你全家好过 柳如烟惊呆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情夫 嘴张合了几次 都说不出一个字来 要知道 就在上台前 两个人还没来眼去 暗送秋波呢 可柳如烟没想到 真跟人家老婆对上了 他在高展鹏眼里连屁都不是 高展鹏最后那话 根本就是在威胁他 渣男转头苦苦哀求他老婆 老婆 咱们先回家好吗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哎哟 好不容易做的局 我能放他走 看了半天戏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 我酝酿了下情绪 抱着早就准备好的捧花 跑到台上 我草泥马 我用尽全力 一拳头砸向高展鹏 这一拳我憋了很久了 他根本没防备 亮枪了几下倒在了地上 他嘴里吐出一口血来 连带着的还有一颗门牙 我到柳如烟公司 接过他很多次 所以他们公司不少人都认识我 我这一拳 打得天经地义 我伤心欲绝地看向柳如烟 本来今天我要跟你求婚的 可没想到 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 这个有夫之夫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说 你说啊 我半真半假地怒吼 柳如烟心虚又害怕 吓得直接哭了出来 头发弯了 装花了 脸肿着 可真丑啊 我把捧花狠狠砸到他身上 扔下一句话走了 柳如烟 咱俩分手了 走出去后 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这么多天的忍耐 终于让我发泄出来了 浑身疏爽 高展鹏和柳如烟 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那都是他们就有自取 哦 我要做的事还差最后一件呢 我把之前搜集到的所有东西 通通打包 有高展鹏和前女友的开房证据 有高展鹏和柳如烟的开房证据 有两个人几个月以来的 上千条微信撩骚记录 甚至包括假出差 完整版的桌奸视频 高展鹏老婆一份 她爸妈一份 公司所有人人手一份 邮箱都是在柳如烟平板里的 工作邮箱里拷贝来的 主打一个受害家属 和吃瓜群众语入军瞻 她老婆会不会跟高展鹏离婚 我管不着 但是我要这狗东西身败名裂 没想到中日在网上吃瓜 有一天我竟然也因为被绿 做起了PPT 弄完这些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 柳如烟被她爸妈 强行扭送到我这里 但是我没让他们进门 她爸妈居然还想着替她求情 小周啊 你跟烟烟谈了那么久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千万不能冲动啊 我全程冷漠脸 阿姨 既然你们来了 那咱们正好把话说清楚 本以为咱们能成为一家人 互相扶持 我多一对父母 多一个弟弟 但现在 反正我跟柳如烟呢 肯定是不可能了 小周 你冷静下 你再想想好吗 柳如烟已经得到了教训了 你要实在不解气 她任凭你打骂 只要你出气了就行 柳如烟不满的大喊 爸 我看着柳如烟 脸比昨天肿的还高 眼睛也是哭得又红又肿 没有一丝同情 叔叔 算作您是我 您觉得能忍吗 柳如烟的东西 我已经收拾好了 你们正好都拿回去吧 我这里不是垃圾站 不是什么垃圾货色都收的 我话说得很不好听 柳如烟身子一抖 随即怒视我 我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怎么 老子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我把收拾好的行李箱扔出门外 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关门 柳如烟他爸眼见已经无可挽回了 站我家门外就开始通骂柳如烟 没出息的东西 你看看你这弄的是什么事 我跟你妈为了你的婚事操碎了心 结果你呢 自己的工作没了 还让我跟你妈陪着你丢人 还有你弟 你弟的工作跟房子 全被你个没脸的东西折腾没了 五十万彩礼啊 任周扬还愿意房子加你名字 你上哪儿再去找这样的人 你说 现在咋弄 咋弄 柳如烟大叫 你们要给儿子买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天天让我找个有钱的 不就是为了吸我的血去养他吗 现在来装什么慈父慈母 反了你了 敢跟你老子这么说话 啊 打骂声 哭喊声不绝于耳 他爸 别打了 别打了 一会儿让人看见了 有什么回家再说 你给老子滚 老子没有你这种女儿 我看着门外的监控 笑出了声 当初我去给柳如烟爸妈画饼 要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饼有多大 他们就有多怨恨自己的女儿 高展鹏那边 也没好到哪儿 他一边要应付老婆 一边还想舔着脸继续留在公司 但是公司里走哪儿都被人指点议论 他实在待不下去 自己卷铺盖滚蛋了 他老婆直接跟他提了离婚 要求他净身出户 两个孩子归老婆 高展鹏每个月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抚养费 高展鹏苦求无果后 原本不同意近身出户 宁愿打官司都要征家产 结果被他爸妈打了得半死 他爸妈退休前是大学教授 为人正派 自己儿子做出这种天路人怨的事 也不互端 痛快地同意了儿媳妇的要求 老两口只求以后还能经常见见孙子 这个档口 柳如烟的骚操做来了 柳如烟爸妈本来以为用我家给的50万彩礼 再加上他家的积蓄 给儿子买房付个首付没问题 房贷呢 柳勇用自己的工资就行了 所以急吼吼地去看了房 还付了定金 谁料我跟柳如烟分了手 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 但是房子那头 不买的话十万定金就打水漂了 他们只好到处借 才凑齐了首付 一家子里 柳如烟铁了新药上尉 他爸妈决心为儿子房子努力 都不要脸了 竟然想出了让柳如烟假装怀孕的馊主意 高展鹏对柳如烟避而不见 柳如烟居然就拿着孕简单 找到他爸妈家去了 高展鹏他妈气晕过去了 他爸叫了救护车以后直接报了警 在警察面前 柳如烟哪还敢说谎 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根本没怀孕的事实 高展鹏本就因为老婆近身出户的事 满肚子憋屈 知道这事以后 马上带人去了柳如烟家 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 柳如烟爸妈也气坏了 又报警 两边狗咬狗 简直就是一出精彩大戏 干我乐了好久 某天半夜 柳如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居然打电话来骂我 周扬 你牛什么 你敢那么对我说话 我就是略了你了怎么样 我跟高展鹏 还不止在酒店那一次呢 你个舔狗还不知道吧 我云淡风轻的回他 不就是加班吗 你跟高总的加班记录 还是我帮你群发工作邮箱的 为的就是让你们所有的同事 都能知道你俩有多爱耿敬业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愣了 好半场都没说话 他咬牙切齿 周扬 是你 没等他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然后拉黑了他 向来心高气傲 自以为把我这个舔狗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柳如烟 知道真相后 恐怕要生生吐出几口牢血来 人间自有天收 天不收我收